時間過得很快 現在已經去到半季了 即是去到一月了 一月來講,來到這一刻 究竟我英超精情的情況是如何呢? 有一個非常令人驚訝的事 又發生在英超聯 計算是李斯一成 拿到冠軍之後 李斯一成 現在已經去到 大家留意一下紅色區域 史督成 米道士寶 還有一隊球隊叫李斯特成 他就在降班區域 李斯特成 好了 另外呢 榜首留在綠色的位置 又是一隊大家 咦? 又是會令人驚奇的 是球隊出現 就是史雲斯 來到他榜首 難道這個史雲斯 又帶來一個是英超的 是大爆冷的事發生? 不知道 一半季 打了19場 另外呢 萬成就在第二 我都緊守 是第三 跟這個萬成是同分的 那就是我是比較差的 德塞球 是欠一球的情況下 就是屈居第三 那萬聯就在第四 車道士第六 有一個我不覺得很正常的事發生了 就是熱切和利物浦 分別在第十五和第十六 真是沒什麼可能的 那利物浦為何在這裏那麼衰呢 可能的理由就是賣了古天爐 那賣了古天爐當然是衰啦 大哥 那另外呢 就是英超的射手榜 看看 英超的射手榜 暫時以十球領先的是 哇 新特蘭的特尼西亞球員 又是大家猜不到的事 那助攻反而敵 高哥斯達逸是最多 那這些是不現實的 我認為是不會發生的 那這個 那不如這樣吧 我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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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區域的聯賽 其他國家的聯賽 又發生著一些 合不合理的事 好了 我們看看 阿根廷何藏領先 西班牙就是王家巴德里 領先巴塞五分 巴塞未輸過 但是和球太多 那荷蘭的阿即使 好像比較合理 英格蘭就過癮 斯文斯第一 另外看看 意大利和德國方面 法國呢 咦 巴黎第二 難道沒有了 伊巴謙就糟糕了 然後 就是 看一看 屬於這一邊 是意大利和德甲 意大利這邊 合理 意大利 祖倫達斯第一 而這個德國呢 就是霸人第一 這兩個球 這兩個聯賽 就比較上是 發生很正常的情況 我們看一看 就是球員的數據 大家看過了 是我自己球員的數據 要看一看 看一看 出場最多的是哪個球員呢 就是華迪 因為他是我爸爸的偶長 所以我一定偏愛他 出多些他 但他入球數 不是太多 只有四顆 那我的球隊的神射手呢 是皮耶特 但皮耶特呢 他出場的數字都不太多 所以他後上殺手 或者後備殺手的稱號呢 今季就衍生了出來 那助攻數呢 反而華迪是多 那不知為何呢 嗯 即Fever呢 前鋒的助攻數呢 是比較多的 可能呢 就是那個回後呢 是軟射的那些情況呢 是較為多的 那好啦 那就來得到 是看一看我的 是個人生涯 暫時 我個人生涯暫時的一些是成績 那我就是 現在呢 我的足種杯情況呢 就第三圈 其實足種杯未開始的 聯賽杯呢 我打到四強了 那英超方面呢 我是第三位的 那你看到這邊呢 冠軍杯就是說呢 是 歐聯 歐聯 我已經進入了十六強的階段了 已經 說不太快了 那另外這一邊呢 是轉會的紀錄 最高轉會紀錄呢 就是來自馬列斯的 是 5400萬磅 而我收到最高的轉會紀錄呢 就是 山齊斯 7600萬磅 總共呢 打了三十四場 贏了二十一場 輸了三場 和了十場 那這個呢 就是我暫時 個人半季的 是職業生涯的 是數據 好了 在這一方面呢 我要跟大家 說一說 有一個重要的事情 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如果呢 去到半季之後呢 其實呢 大概呢 就會有些球員快滿約的 只有半季 那如果你不想收到一些重要的球員呢 你要跟他續約的喔 好了 那我會覺得呢 我最需要跟他續約的就是哥斯尼 那因為他都是我球隊的隊長 那他說呢 只是要求一年而已 那我希望呢 跟他簽到兩年 那就是 告訴他呢 他是很重要的球員 那新球方面呢 暫時呢 他年紀大 我不讓他太足 我看看會怎樣 我提供給他 看看會怎樣 那另外呢 就是卡蘇娜 那這一邊呢 看到零年的 年份是零 只剩下六個月 六個月 那就要跟他簽一簽約 好了 那就是 Overall有85 雖然32歲 即是後備來說呢 真的算是不錯 先簽多一年 哇 要求的合約很高新喔 那就 我降低他的合約成本 那我就跟他說呢 就是 你是偶然的正選來的 那就試一下跟他簽一年 那另外呢 迪布治呢 就快滿約了 那這位呢 是Overall 79的右閘 其實年紀呢 算不小 我選擇不跟他逐了 我下年呢 會另外自己簽呢 是右閘 那另外呢 梅獨薩卡也是滿約了 但我都覺得呢 他是經常傷 還有他都年紀很大 那我不跟他逐約了 好了 那就是呢 那就是呢 看回呢 我的球隊的情況呢 現在呢 有一個問題出現了 就是我的是 中堅位 原來不夠人 為什麼呢 那哥斯利和梅斯達菲呢 他還是健康啊 那但是另一個呢 是 後備中堅呢 這個加比爾呢 是傷啊 和呢 是傷得很久啊 和梅獨薩卡呢 他都是呢 是長期呢 是養傷的情況 OK 那所以呢 我是要在轉匯市場 一月開的時候呢 要簽球員啦 要簽球員啦 那呢 那呢 現在呢 我想簽的一些球員目標呢 我是找了的 那是哪兩個呢 那我覺得呢 那我覺得呢 那我覺得我 呃 這個是梅斯達菲 和這個是哥斯利呢 兩個 都算是用腦的後衛 不夠難打 我想簽兩個呢 是比較難打一點點的後衛 而我的目標是一些非洲球員 那其中一個呢 就是效力這個拿波里的非洲球員 那呢 我調查過他了 他是有82的Overall 雖然這裡看不到 那我調查過的了 那他25歲的 是來自塞內加爾的中堅 那另外呢 就是文加拉 文加拉現在在環西亞那裡 那都是25歲 是有80的 是Overall的 那我希望呢 就是 查詢他兩個的情況 那就是 看看他哪個便宜一點呢 那就選擇呢 去簽哪一個 文加拉看來不能簽的 因為呢 原來他是租借形式的 那所以呢 就是 沒有辦法了 我沒有辦法 是簽文加拉 那就是說 我將所有的精力呢 都灌注到這個呢 是塞內加爾的中堅 有這個呢 82中堅Overall 正在問價了 看看簽不簽得到 那另外提提提大家呢 就是 記住呢 是多些訓練你的球員 不要呢 是忘記 因為呢 你每次訓練他呢 其實他 你多些密些訓練他們呢 這些Wonder Kit呢 他增加數字的機會 還有速度呢 是會快很多很多的 那所以呢 你一定是要呢 是多些 Keep住訓練 那另外這一邊呢 就是 那我現在呢 是4000萬磅 那應該簽一個 中堅的 是機會呢 是很大 那先看看 我還有些事情 跟大家說一說 就是呢 呃 從一個月的開始 你可以來到 入力這邊 看看 你這個月 其實呢 你是要打 什麼隊 那其實整個月呢 我最重要的賽事 就是打聯賽杯四強啦 兩回合的 那 足腫杯方面 對打碑棍其實不難應付 那另外呢 是 英超方面 要對三隊球隊 那 四隊球隊 包括是 潘利茅夫 史雲斯 這場呢 應該是重要的賽事了 那 跟這個熱刺呢 這個聯賽杯周中呢 是很近的時間 所以呢 在這個階段呢 你要留意回呢 在這個月裡 第二個禮拜 你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 因為呢 熱刺這場賽事 是聯賽杯四強 其實聯賽杯 可以不太重視 所以 對著榜首的 史雲斯呢 會是最重要的 一場賽事了 在這個月 那所以呢 必須要加點 留意 在這個禮拜上面呢 球員呢 那個輪換的情況 那 好了 這一部分就這樣 完了呢 記得按讚 分享 何瓶記 做教練 下一個節目呢 下一條影片 應該可以看到 我簽不簽到呢 以及進入呢 就是 轉會槍 如果有剩下 我又會簽什麼球員呢 說不定 前鋒呢 都想簽一個 我來做華特的後備的 那好了 這一集 暫時不斷完 記住大家 留意下一集啦 拜拜